哇 大哥 对不起这个人 对不起 那要不 还是我来赢吧 你来赢 好 刚才已经赢过一番了 还有两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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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押反吧 那我押正 反啊 正不能反正 反 太厉害了吧 真是太厉害了吧 哎呀 太棒了 好 一比例 平手了 那最后一局了 最后一局了 要押正要反 反 你押反 对 那咱们 我想跟他走 我也反 我想跟他走 我也反 哈哈哈哈 别走 不能养大 我帮我一下 好 我会 那我这玩 好 好 好 六个正 哎呀这一个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吧 那从这两次就这么简单就 我们赢了就赢了赢了 赢了 今天呢我可真是来对人了 哎呀帮着我到我这些朋友们 面前长了个面 那这样答应你们的好东西啊 哎给你们 什么 一个扇子 这这这就好东西了 东方青龙第三 素啊 我们拿到的线索是一把 扇子你们看一下 然后对应一下我们的卷轴上面的线索 赵先生坐 啊 一俗车 啊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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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走 各位找线索 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 嗯 刚刚给我们的线索 让我们去艺术社 嗯 那边说可以简单吃东西 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线索 这都是吃的 我觉得可能答案都藏在吃的里面 我们到往死里吃 说不准他真的就藏在那食物里面 哦 我吃出个纸条什么之类 裤带面 哦 上面写的 对对对对 或者是 饺子里面包了个 哎对对对 纸团 所以在看艺术社给出来答案是什么 今天我刚才发现了一点 我们这个扇子上面写的北方 玄武第一秀 接着龙哥那个是写什么 东方青龙第三秀 那如果接下来我们 各自去一个地方再拿一个线索 我们一共一共就是有四个 那青龙玄武白虎珠穴 就对应了四块石碑 这四块石碑的话 他这里还有我们刚才拿了一些画卷的 对于他的形象 他的那个字 那个形状下去上去就 哦 所以我们什么整名之飞一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那块 没有对到他那块石头 他就相当于给我们在对号入 哦